东西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3课 这就是Lesson 33 Education 教育 Education 有人说特别像爱到开心 教育是个开心的事 学和教都是一个乐事 首先打开书195页 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端语 好 动作快些195页 now first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adverse purchaseable purchasable preacher preacher defendant defendant outlook outlook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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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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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bal tribal t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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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iterate illiterate compulsory compulsory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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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反过来还有 再接着来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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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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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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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ven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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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注意 这个词有一些美国人也把它读论juvenile 和I 我读到O的声音也会听到 在里面 juvenile juvenile 也行 再来 delinquency delinquency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不利的或者是不好的有害的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adverse 字母V出现一定有上牙处下准备v 这个动作在里面 adverse adverse 不利的 有害的 我们看一些常见的一些例子 这个用法非常多 做定语最常见 比如说 不利的一些影响 adverse effects 不利的影响 那么不利的恶劣的天气状况 adverse weather conditions 就对我们今天旅游啊 这个这个这个播种啊等等 非常不利 不利的有害的天气状况 再比如说 adverse circumstances 不利的环境处境 就是我们常说的逆境 就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adverse wind 还记得23克吗 鸟的飞行方式咱们讲过 可以表示逆风 就是不利的风 顶风逆风 这是不利的有害的 它的名词形式 直接可以表示逆境或者是厄运 直接可以用adversity就好了 我们这个在23克应该也见过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逆境 厄运 不幸 大声来遍 adversity adversity 它相当于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misfortune 再读一遍 misfortune 不幸 厄运 就是逆境 都可以用它 叫adversity或者misfortune 有一个搭配顺便可以记住 叫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面对逆境 站在逆境的面前 面对逆境 对吧 把这搭配顺便记住 比如说 we struggled on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面对逆境 我们继续奋斗 这个struggle 我们复词on是继续的意思 面对逆境 这个搭配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那么再回顾一下 在32克刚刚讲过的 对手 敌手 死对头 不共戴天的敌人 可以用这个词再打上来 adversary adversary 对手 敌手 死对头 它的同一词有opponent 还记得吗 还可以用antagonist opponent 是在我们在32克 伽利略的对手 死敌 见过这个词 adversary opponent antagonist antagonist 这个词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21克 这个西部片 我们倒是谈到 那么主角叫protagonist 剧中的反面人物叫antagonist 派生意可以表示敌手 反对者 反面人物就是主角protagonist 它的反对者嘛 对不对 就可以用它就好了 我们进一步再看 表示不利的 有害的还可以用什么 大家还记得 23克鸟的飞行方式讲过 逆风可以用unfearable wind 就是adversary wind 那么所以不利的有害的 也可以用unfearable 也是表示不利的 可以看作是advers 它的一个反译词 有利的就是favorable 就好了 加了unfearable 的反译字头 同样的unfearable circumstances 也可以看作固定搭配 一样的翻译成逆境 就好了 类似的 不利的 有害的 还可以用有敌意的这个词 它不见得指人 可以指东西 是不利的 是有害的 也可以 那么英式翻译是这么多的 大家上来面 hostile hostile 美式发音 中音在前面 后面发o 零在大声里面 hostile hostile 不利的 或者有害的 未必是有敌意的 比如说 hostile climatic conditions 一些不利的 或者有害的 气候条件 状况 不利于这种植物 和庄稼生存 不利的 有害的 还有一个书面语 也是跟它有类似的含义 不利的 有害的 我们大声先读下来 detrimental 一样指有害的 不利的 比方说 overexposure to sunlight can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skin 过分的暴露在阳光中 可能对皮肤有不利的影响 有害的 不利的 detrimental 这个词也可以 overexposure 叫过分的暴露 顺便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词 不利的 有害的相关词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我们就学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布道的人传教士 这个词大声先读下来 preacher 布道的人传教士 传播上帝福音的人 把上帝的福音 传到不知道的人的地方 这个词我们同时先看一看它的动词 可以表示布道或者传教 我们大声分别读下 preach preach 它本身加一二之后就是传道的人了 对吧 那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动词 大声来面 sermon sermon 这两个字的动词含义类似 本译都可以表示布道或者传道 牧师在传道 派生意可以表示宣扬 鼓吹或者提唱 向某人宣扬鼓吹或者提唱 也可以用它 我们看例子 the prime minister was trying to preach peace and tolerance to his people 这里面用sermon也是完全一样的 这位首相正在试图向他的人民宣扬和平和忍耐 所以鼓吹提唱宣扬 就像布道这个动作类似 让大家都去做的事劝大家信上帝 劝大家劝勉大家 所以布道 传教 他的派生意叫鼓吹宣扬提唱 可以用它 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preach sermon有这个含义 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词 也可以表示公开的支持宣扬或者鼓吹 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公开的支持宣扬或鼓吹 我们做动词来源是这么多的 大师来面 advocate advocate 比如说 he advocates the return of capital punishment 这个capital punishment 在前面我们说过 叫做死刑的意思 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八课贸易标准里讲过 惩罚几个相关的词 这个人公开的鼓吹或宣扬 这个恢复死刑 死刑的回归 恢复死刑 如果这个词表示支持者 鼓吹者 鼓吹者 表示人 也是用这个拼写 但发音不同了 ate 在动词里面 一般翻成ate 但是名词或形容词 一般翻成ate A 不是A 所以鼓吹者 支持者 坚定的支持者 可以用这个词大声度下 advocate advocate 最后那个t都低呼听不到了 advocate 是动词 advocate 是名词 这个顺便把它记住 所以名词 就是鼓吹者 公开支持某个人某事情的人 可以用它 就好了 好 这个相关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被告人 这是一个法庭上经常用的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defendant defendant 这个好记 defend 本来表示防守 你告我 我要防守一下 所谓被告人 叫defendant 顺便记住 那么被告人用它 原告呢 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大声再读一下 plaintiff plaintiff 这指法律里的原告 原告有的时候也可以用prosecutor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起诉人 公诉人 原告 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osecutor prosecutor 跟plaintiff的类似 都可以表示原告 大家记得吗 我们在前面 第八课中讲过 prosecute 表示起诉或控告某人 这是在法庭上一个 比较正式的动词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osecute prosecute 起诉或控告 那起诉方 诉方 或者控方 控告对方的人 原告 就可以用prosecutor 顺便 可以把它记住 法庭的称谓呢 我们三册的讲很多 咱们看这个简单的 法官 可以用judge 目击者 目击证人 可以叫witness jury 是陪审团 陪审团 就是jury 这几个常见的 简单的咱们看一看 另外还有 律师 律师有很多称谓 在美国 一般正式场合 可以把律师叫attorney 美国就这么一种律师 我们大声读一下 attorney attorney 这是美国的律师 在英国呢 就有solicitor 这种律师 也在英联邦国家 这个律师 一般叫事务律师 他一般不是帮你打官司的 而是帮你起草文书啊 什么办事情啊 什么利益主啊 这种事务律师 叫做大声来读一下 solicitor solicitor 就是事务律师 还有呢 我们的庭审律师 用这样的词 大声来一遍 barrister barrister 这个叫庭审律师 但是 无论是 这个庭审律师 就帮你打官司的嘛 无论是什么律师 我们的生活中通俗的场合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lawyer my father is a lawyer 我的爸爸是个律师 究竟哪一种律师 咱们都不知道 lawyer是比较通俗的一个词 还有在法庭中经常说 证言或证词 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词 大声来一遍 testimony testimony 但是 affidavit 后面这个词一定是指 书面的证词 承堂证供 书记员记下来了 书面的证词 大声来一遍 affidavit affidavit 这几个在比较正式的 庄严场合 我经常使用的跟法庭相关的词 咱们放在一块把它记住 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 对于某个事情 总的态度 观点 或者表示对某个事情的前景 展望 都可以用它两个常见的意思 那么我们大声读一下 注意在前面 outlook outlook 第一次可以表示 对某个东西的general attitude 总的态度 或者总的一个观点 这个时候outlook 注意后面的借词 要跟on来搭配 outlook on life 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 对于人生的总的看法 那么也可以用其他词修饰它一下 像世界观 咱们叫world outlook 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 这个也行 以下我们说communist world outlook 叫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可以用它注意 如果对什么什么的 这个总的看法 后面的借词叫on 就好了 本文中用在这个固定搭配 叫做spiritual outlook 或者叫mental outlook 精神上表现出来的 或大脑上表现出来的 对于外界的总的看法 是乐观呢 是颓废呀 所以这个叫精神面貌 就是精神上表现出的 对其他人或事物的看法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piritual outlook mental outlook 就是说一个人表现出的精神面貌 一会在课文中会碰到这个outlook 这个词 那么它表示总体的态度 如果表示具体的某一个态度 当然我们可以用attitude 这个词 但attitude注意后面切词搭配 不用on 经常做阅读 同学可能记得 跟to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有时 it can towards attitude to something or attitude towards something 对于什么什么的态度 attitude 我们加上这样的解释 诶 又回忆起来的 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perspective 还记得吗 在32个刚刚讲过 对于某个东西的视角或者是看法 他本意不表示绘画的透视法吗 对某个东西的视角看法态度 也可以用它 后面也是跟其次on 还记得吗 perspective on 对什么什么事故的看法 但是如果表示从什么什么的角度呢 我们记得前面跟其次from from somebody's perspective 从某人的角度 从某人的视角 这个搭配证据 还可以用from somebody's viewpoint 从某人的观点 从某人的观点 就根据某人的观点 用这搭配也行 也是跟from来搭配 还可以用from somebody's standpoint 立场 就用这个搭配也行 在我的立场来看 在写作中发表个人观点时 可以用那些固定搭配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from somebody's point of view 来自某人的观点 用point of view 这个短语 也是跟这次from来搭配的 但是有的时候这次会变化 比如说in my opinion in my view 这个注意了 没办法只好背起来 语言习惯 不要说from my opinion from my view 不对 in my view in my opinion 用这个固定搭配 还有一个根据某人的观点 可以用according to somebody 这个搭配也行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mith 根据史密斯教授 他的观点 他的说法 可以用它 但有一些搭配是错的 比如说from somebody's opinion 或from somebody's view 这个不行 opinion的view 一定跟in搭配 哪个跟from 哪个跟in 大声读物辩 熟了形成语感就好了 语感是怎么来的 是熟而形成的语感 它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重复多了就感觉了 但是这个搭配不行 according to somebody's opinion according to somebody's view 不行 according to 直接可以跟人 或这个科研机构 这个组织就行了 而不能再跟view 或者opinion 这个含义就重复了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mith 而不要说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mith's opinion 这个搭配错了 但是according to 我们跟别人都可以 according to him according to her 但不能说according to me 这个搭配不行 不能说根据我的看法 只能说in my opinion in my view from my point of view from my perspective 而且这几个习惯性的 这用法把它记住 不要把它搞错就好了 outlook 第一个意思表示 对某个事情的总的观点 总的看法 但刚才说了outlook 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 事情的前景或者是展望 前景或者展望 这个时候注意借词搭配 借词变咯 我们加借词for 比如说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is still uncertain 经济的前景展望 依然未卜 这不是对于经济的看法了 经济的前景展望 现在不知道 不明朗 究竟怎么样 往好还是往坏发展 咱们不知道 那么这个outlook 经常可以预算用于天气暴 天气暴也是一个对未来天气的展望 对吧 后面借词搭配不变 依然跟for the outlook for tomorrow is sunny and mild 明天天气晴朗而又温和 注意outlook表示总的观点 后置借词加on 但是如果表示对什么什么的前途或展望 后面借词加for 没有办法见一个记一个 牢牢背起来就好了 那么谈到这个前景和展望 它也有相关的词汇 大家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名词prospect 这个也是一样的表示前景或展望 你看我们以前说过spect还记得吗 表示看的意思 pro表示向前 向前看 这不是前景展望的意思吗 而且有趣的是 这个词后面借词也是加for 什么什么的前景展望 但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习惯用复述 比方说 the prospects for employment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are especially good 这个什么呢 在技术领域 技术行业 就业前景特别好 尤其的好 这个什么什么的前景展望 后面借词prospect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那么sector 可以表示 国民经济的某个领域 某个部门 所以技术领域 或技术行业 技术部门 他们的就业前景 是尤其特别好的 好 这我们看到outlook 这个词两个含义 另外它分别相关的词会有哪些 把搭配记住 这个单词就活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多译词 先大声读起来 capacity capacity 读快乐之后 city 变成city city 中间字母T 又会轻轻转按着d 这个声音 但不能太重 大声音 capacity capacity 好 它的本译表示容量 或者承受量 一般指东西啊 电梯啊 卡车啊 一个礼堂啊 它的容量承受量 派生意 可以表示人的能力 容量大小 能力大小 有的相关之处 所以用同一个词是可以理解的 先看 表示容量或者承受量 这个时候 表示有多大的一个容量 或承受量 注意后面这词 一般是个off搭配的 把黄音色的搭配甚至可以记住 比如说 the auditorium has a sitting capacity of two thousand 这个auditorium 是礼堂 我们就表示听嘛 aud 不是说听嘛 听的场所 礼堂 这礼堂可以坐得下 两千人 have a sitting capacity of 表示能坐下多少人 同样容量 后面也可以叫off 还是叫off the elevator has a capacity of one thousand kilos kilo stands for kilogram 千克的意思 这个电梯有一千公斤的这么一个承受量 就是承重一吨左右 have a capacity of 表示有多大的容量 或者承受量 这是本意 那么在本文中呢 是做的派生意 派生意表示人的能力 表示人的能力的时候呢 这个注意后置搭配 他一般不够off来 他或者跟to do 动词不定是 或者加case for 比方说 the capacity to read and write 加了动词不定是to 读写的能力 再比如说 he has enormous capacity for work 这个人工作能力特别强 做某事的能力 除了to do跟case for 也是固定的搭配 这是capacity 当然大家知道 表示能力词特别多 我们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ability ability一般也表示 某人做某事的能力 而且一般也都是表示 后天习得的能力 这个capacity呢 一般的能力 默认的一般都是指 后天习得的能力 ability也不例外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的能力 还有一个capability 也可以表示 某人做某事的能力 但是它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capability to do something 第二 capability of doing something 两个搭配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形式形式是capable capable搭配就是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名词继承了这个用法也行 这个一般多指后天获得的能力 但是先天的禀赋 先天的能力 我们一般多用这几个词 叫天赋 天生的能力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后面两个词比较正式一些 分别来一遍 gift talent aptitude 再来一遍 aptitude 最后一个faculty faculty 这个是多一词 faculty既可以表示天赋的能力 也可以表示大学 某一个大学或某一个系的全体教师 也是用faculty这个词汇 好 这时候看到了capacity 它的两个含义 还有相关词汇 我们把这个单词的差别 把它记清楚 不要用错就好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后面这个民主的 跟老师大声读下来 democratic democratic 读快了之后 这个creatic 一样把t 清清楚和人的 因为前面的a 后面的a 声带都震动 读快了之后 声带就都连着震起来了 大声那边 democratic democratic 表示民主的 民主的修饰人啊 修饰组织啊 都可以 比如说 democratic rights 民主权力 democratic elections 民主选举 democratic democratic government 表示一个民主的政府 甚至美国的民主党 要大写了 the democratic party 可以表示民主党 民主党的这个党会是一头驴 而共和党呢 它的党会是一只像 所以每年叫驴像之争嘛 在presidential election 就是总统竞选的时候 这是美国的民主党 那么民主的可能是他 那民主或者民主政体 民主制 叫做democracy 那么民主派人士 或者民主党员 可以用democrat 这个相关词汇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 民主制 民主政体 答上来没 democracy democracy 注意democratic 变成democracy 再读一下这个词 民主派人士 或者民主党员 眾驴越来越往前了 这个票第一个要印接上了 democrat democrat 这个词也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dem 有的时候用demo 这三个或四个字母可以表示 people 人民 老百姓的意思 后面这个classicocrat 可以表示统治的意思 老百姓统治 这是民主相关的几个字 对吧 把它记住就好了 那么在美国还有一个共和党 那么共和的 或者共和主义者 共和党员 我们一般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或者名词 大上来没 republican republican 作为形容词叫共和的 那么作为名词就是共和派的人士 共和党员 那美国共和党叫 the Republican Party 就是党会是一头像 再读一下共和国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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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共和政体 还有君主制 君主政体 跟这个君王皇帝啊 国王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先读一下君主政体 monarchy monarchy 再读一下君主或者国王 这个人 monarch monarch 这个archy 或者arch a-r-c-h 都是表示 rule统治的意思 前面这个mon 一番表示 一 就一个 一个人统治 是君主制 星期一叫monday 单调的monotonous 都是跟mon 或者mono相关的 一个人统治 所以君主制 君主政体 还有君主国王 大家还记得君主立宪制吗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咱们以前在第十课 硅谷那课提过 constitution是表示这个宪法 constitutional是基于宪法的 基于宪法上的君主制 叫君主立宪制 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录 那么还有独裁正体 还有独裁的独裁者 相关的几个同时记录 先读一下第一个词 autocracy autocracy 独裁正体 可以用它 同样的这个独裁的 大诗里面 autocratic autocratic 好 大独裁者 这个名词autocrate autocrate 这个好记 刚才说了 C-R-A-T 或者C-R-A-C-Y 都可以表示 治理或统治 跟刚才Ark Ark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面的A-U-T-O 这可不是奥托车 A-U-T 或者A-U-T-O 表示自己 自己一个人统治 不让别人参与政权 独裁正体 独裁的和独裁者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传记叫biography 自己的传记自传怎么说呢 autobiography 这就好记了 好 这些有关正体的词呢 跟老师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 有义务的 必须做的 跟老师大声读里面 compulsory compulsory 必须做的 有义务的 大家可能最常见的一个搭配就是 a compulsory course 一门必修课 上大学这个课不修的话 不让你毕业 必修课 可以选择的 它的反义词可以用elective 或者optional 不是强迫的 可以选的 选修课叫elective course 或者在英联邦国家都用optional 美国用elective更常见 an optional course也行 甚至在美国直接可能elective在口语中当名词 就是选修课 我选修了法语 I took French as an elective 就可以了 那么选课动词可以用take I took French as an elective 就是an elective course 这个意思 叫做可以选择的 这是必须做的 有义务的 就compulsory 还有我们说九年制义务教育 九年制叫the nine year 名词作定用单数 compulsory education 可以 或者这么说 the nine year compulsory schooling 也行 schooling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education the meanings are exactly the same 那么schooling就是education的同一词 也是指教育 或者我们在未来会碰到这么一个搭配 就是在未来的33科论教育里面会碰到 叫做deny your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就必须九年 这九年中必须要到学校来 就九年制义务教育用它也行 这是我们的第三十三课未来会碰到 这是必须去做的 它来自于一个动词 大家可能知道有个动词叫compile 强迫迫使 compil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迫使某人强迫他必须做某事 这个咱们在23课也讲过有一个字根 还记得吗 pel这个字根表示push 推的意思 com 表示在一起 大家一起推 所以这个词多强到外界的压力 有外界的压力迫使某人不得不做某事 还记得吗 president Nixon was compelled to resign 尼克森总统被迫辞职了 他自己总统干得好好的 没办法 外界压力太大 可以用它 那么看到这个compulsory本身 就是我们这个compile 它的形容词形式之一 compile这动词呢 特别好玩 它的形容词派生出好几个来 compulsory表示有义务的必须做的 但还有相关的 比如说compulsive 把sory或者sive 这个词一般翻译成成瘾的强迫性的 停不下来了 这个有贬义词味道 我们大声来吧 大声来读一遍 compulsive compulsive 这词表示成瘾的强迫性的 根本都停不下来了 你比如说 compulsive gambling 这个强迫性的赌博 自己停不下来了 自己都剁手了 但是控制不了 成了强迫症了 再比如修饰人也行 a compulsive gambler 一个赌博成性的人 一个赌棍 赌命汉 对吧 或者a compulsive liar 一个撒谎大王 强迫 读成强迫症了 诚实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撒谎大王 这是强迫性的 成瘾的 compile 还有一个形式形式 直接用compelling compelling 表示令人爱不释手的 非常传神的 抓人的 令人爱不释手的 引人入胜的 就是强迫你必须看完才行 我们大声都讲 compelling compelling 你比如说 a compelling novel 一部令人爱不释手的小说 引人入胜 同样 a compelling story 一个非常抓人的 让人必须听完才行的 这么一个故事 等等等等都行 这是compile 三个形式形式 咱们回顾一下 compulsory 表示有义务的必须做的 compulsive 表示强迫性的成瘾的 compiling 表示令人着迷的 引人入胜的 非常有趣的 那么类似的 还有一个动词 obliged 也可以表示迫使某人 不得不做模式 这个词多表示 因为什么责任 还道义的原因 使某人觉得 不得不做模式 因为它的名词 obligation就是责任的意思 obliged to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在三册第一课 咱们就讲过 它也有一个形式的形式 类似的也可以表示 义务的必须去做的 对吧 跟那个compile 换成compulsory 有义气同物之妙 再多下这个形式 obligatory obligatory 也是表示义务的必须做的 那么必修课 同样可以说 an obligatory course 用这搭配也行 这是义务的必须做的 那反应词自愿的 不是强迫的 诶 我们用这个 当然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an obligatory military service obligatory 还是强迫的 什么呢 叫做义务兵役 military service 有兵役 就必须来 你要不来的话 那把你逮起来 这个兵役是义务 而不是可选择的 那刚才说到那个 自愿的 非强迫性的 有一个词叫voluntary 注意别拼错 后面叫ary 究竟是ary ERY 或者ORY 这个没准性 建一个寄一个 它来自于我们大家都知道 志愿者volunteer 对吧 但是这个自愿的 叫做大声来变 voluntary voluntary 再次强调是ary 容易拼错 比如说 voluntary donations 自愿的捐助 你不捐钱的话 不强迫 还有像voluntary early retirement 自愿的提前退休 那随你的便 没有人强迫 你提前退休 退休就少一些 你要是愿意继续干 继续干 还有钱就好了 这个我们看 一道疏忽联系题 200页第12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疏忽联系题 200页的第12题 好翻书 看看这道疏忽题 应该选哪一个 200页的第12题 好 就最后一道题了 他说 什么 school attendance became law relatively recently 我们的那些义务教育 九年制义务教育 这个义务教育 用哪个词呢 应该用obligatory 这个词 本身是义务的 compelling 是引人入胜的 compulsive 强迫性的成癮的 对不对 commanding 是指挥的 或者表示发布命令的 一个指挥官 commanding officer 这个都不同 只能选A 是正确 obligatory 可以看作是compulsive的一个 近义词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妨碍 这是本文中最后一个重点词了 大声来读起来 hamper hemper 妨碍 它一般都是跟什么 增长啊 发展啊 什么growth development 跟这样词来答对 妨碍什么是增长 妨碍什么是进步和发展 用它比较常见些 在考试中 有三个词一般可以替换 这三个动词都是急误的 都是跟妨碍这个含义相关 而这一般都是跟什么增长啊 发展的相关 这三个词可以同时记住 跟老师大声读起来 hemper hinder imped 都是指妨碍 你比如说 social unrest will hamper or hinder or impede economic development 社会的动荡将妨碍经济发展 这个 unrest咱们讲过 就动荡不宁 对吧 你看跟着是发展 这个词搭配 再比如说 higher interest rates could hamper or hinder or impede economic growth 那么更高的利率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 所以这三个词呢 搭配类似 都是急误 而且一般都是跟发展 增长 进步 这样的词来搭配 叫做妨碍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呢 大家注意hemper 这个词没有它同格的名词形式 hemper这个词本身当名词 跟这个动词意思完全不相关 所以名词hemper 表示大篮子 这个不相关 但是这两个词都有名词形式 表示障碍 hinder 变成hindrance impede 变成impediment 都是表示妨碍或者障碍 大声来读一下 hindrance hindrance impediment impediment 表示什么什么发展或进步的障碍 我们顺便看看例子 连搭配记住 会不会对于什么的障碍 一般加借次to 背下来就行了 the higher rates have been a hindrance to economic recovery 更高的这个率 有上线 如果要是没有上线文的话 就暗指利率了 这利率更高 可能会成为经济恢复的这么一个阻碍 一个障碍 我们hindrance to something 某个事情的一个阻碍 一个障碍 recovery 就恢复健康状态 还有呢 the main impediment to growth was a lack of capital 我们现在增长的主要的一个妨碍 或者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缺乏资金 缺乏资本 capital 叫资本 或做生意的本金 impediment 障碍 跟hindrance一样 我们跟戒指to 什么什么的障碍 好 33课 重点词会不少 好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该背的地方 把它背下来 什么是该背的地方 至少就黄颜色的习语搭配 包括老师讲的那些用的场合 把它记住 我们才能英语慢慢慢慢 越来越纯熟 语法总是简单 句法难一些 但词法像无边的海洋一样 真是有够难 但私测里面 老师精挑细选出的搭配 希望大家仔细把它背下来 好 声词端语 跟老师就看到这